保龄查试中毒案质疾已经两个多月 酿成四人不幸死亡 受害者家属不满 保龄负责人李宝宣事后悬饮 台北市府也不见积极作为 其实家属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接到任何有关于保龄愿意赔偿 或者是说 北市府有打算要针对保龄相关的负责人的财产 或是公司的相关财产进行扣押的动作 其实家属现在目前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假扣押的申请人必须是债权人 也就是本案的被害人 并没有家属有意愿 以个人的方式提出假扣押的申请 讲市府澄清并没有消极处理 但因为没向李宝宣申请假扣押 家属担心到时恐怕求偿无门 李宝宣首度回应 被问到受害者要求偿 李宝宣态度低调 外传他名下还有投资其他餐厅旅馆 恐怕也会陆续脱手名下股份 保龄茶市负责李宝宣 曾经营不同领域的餐饮店 传出在高美市地界间高人系冰品店 也还有持有一半的股份 不过员工表示 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出现 上李宝宣本人查证 冰品店去年就已经没有持股 屡定已早在十年前就退出经营 两家店都和他没关系 也签调他人并没有失联 现在旗下餐厅都停摆 公司资金缺口出现问题 保龄中毒案他自称也是受害者 只能静待司法调查 进行黄远张俊玲台出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